今天是主日 只有因为主是值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其实我们在祂面前可以默然无声 有时候我们的敬拜是超越我们的言语 没有一句话可以讲到我们内心真正对祂的诵经和尊重 没有一句话能够表示我们对祂的尊重对祂的崇敬 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我们离开了敬拜的地方之后去到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离开这个敬拜的地方回到这个世界里面 人们能不能够在我们身上体现一位值得崇敬和敬拜的主 人们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位值得崇拜的主 教会的力量不是来自聚集的时候人多 教会的力量不是在聚集来崇拜的人数多少 最重要的是当他们分散在这个世界和地方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够发挥基督耶稣身体的力量 最重要是他们离开这个会堂分散的时候 能不能够把主耶稣在祂身上的力量 所以你来教会最会做牧师的很开心 所以你来聚会的话牧师很开心 但最重要的是当你不在教会的时候 你在这个礼拜堂以外的地方的时候 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最重要的是你不在这个礼拜堂的时候 你离开这个礼拜堂的时候 你还是不是属耶稣的本主 今天讲的题目是教会的信息 今天讲的题目是教会的信息 昨天我们讲的什么是教会 教会的形象 我按照以律所书讲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按理书所书所讲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然后有四样东西 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 是神家里面的人 有四样东西 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人 是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也是圣殿和圣灵所居住的场所 我们同时在圣灵居住的场所 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呢 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呢 当然是福音 当然是福音 在以歌所书第一章 他就这样讲 以歌所书第一章这样讲 我们昨天募了一段很长的 大家听 我们昨天读了一段很长的 大家听过的 今天的题目 昨天讲的一个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昨天讲一句话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出来了 他说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算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就是要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也信了基督 他说那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那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那就是能够使到你们得救的一个信息 他不是直接讲福音的内容 他不是直接讲福音的内容 他是讲这个福音的效果 他哪是讲这个福音的效果 这个福音是使我们得救 这个福音就是使我们得救 因为为什么耶稣看我们得救 那你说乎是耶稣使我们得救 为什么会有一个信息 有一个内容 你听了之后 你接受了之后 我已经叫你得救了 为什么有一个信息 有一个内容 你听了以后 是当你能够得救的呢 因为福音是关于真理 因为福音是关于真理 你不要以为听了的东西 对整个生命没有帮助 你不要以为是你听了的东西 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 最初上帝是吹一口气 入亚当的鼻孔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最初上帝吹一口气 到阿满埃达达的鼻孔 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后来圣经说神的话语就是有力量的 后来圣经讲神的话语就是有力量的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说有就有 所以这个世界有这个内容呢 是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 真的有很大的力量 这个超越了只是知识层面的 这个是超越知识的层面 它是一种力量出来的 它是一种力量出来的 所以在屏幕前面参加崇拜 所以一些在屏幕上面参加崇拜的 是差一点的 是缺利一点的 这个福音是关于真理 这个福音是关于真理 是关于上帝 是关于上帝 关于这个世界 关于这个世界 关于我们历史的将来 关于我们历史的将来 关于人生的价值 关于我们人生的价值 如果将这个福音听进去 假如你把这个福音听进去 听进心灵 你听进你的心灵 它会调整你人生的方向 它会调整你人生的方向 它会调整你心灵的态度 它会调整你生命的态度 我知道今早大家走的时候 来这个会场或者去吃早餐的时候 去看室外还是室外 我不想到今天早上你去吃早餐 我去到这个会场 你是走室外还是室内 当我走室外的时候 当我走室外的时候 我感觉到一种很有灵性的感觉 我感觉到一种很有灵性的感觉 因为看到草很浓 因为看到草非常的绿 闻到草的气味 我闻到草的香气 清风吹来的凉快 清风吹来的凉快 然后阳光射到草里面 反射出来的亮光 我的感情 我的灵性有种回应 我的感情 我的灵性 有了一个回应 无声的祝福 我心里面有一个无声的祝福 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无声的祝福 上帝我赞你的 上帝我赞美你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为新生的婴孩预备一间房 设计什么颜色 是男还是女 将床放在哪里 你要设计什么颜色 是男的女的 这个床天摆在哪一个位置 那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想这个宝宝来到这间屋 就是想这个小孩子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这个世界很美丽 他会感觉到这个世界非常的美丽 然后他会感觉到父母对他的爱 他同时感觉到父母对他的爱 各位灵性妹 上帝很爱我们 弟兄姐妹 上帝非常爱我们 我们没有拿着钱来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拿着一分钱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上帝为所有人装饰这个世界 但是上帝为所有的人装饰这个世界 当你走去大自然的时候 当你走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帝的爱 你会发现上帝的爱 这个是福音告诉我们的 福音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们得够 其实我们的灵魂都会有一种醒觉 福音告诉我们 不但是我们得救 我们的灵魂也有一个醒觉 所以我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 二部首书第二章福音的两个版本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二部首书第二章的两个版本 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读第一个版本 请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读第一个版本 你有个中文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不用翻译了 你有中文看到了 所以不用翻译了 请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慢慢和我们读第一个版本 请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 慢慢地读这个圣经 你们是在过犯罪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其事为人 随着今生的同俗 顺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先进在为你制止心中 迷行的学义 我们从前也就在他们中间 翻译肉体的诗语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举行 本位可恶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也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世很不分 还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基督父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持的恩慈 先离给后来的诗来看 你们得救世很不分 也听着信 这并不是处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处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罚 我们也使用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也就是神所立位 为要叫我们行善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这个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 这一段福音的第一个版本 是比较熟悉的 这段语音的第一版本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它有两个句子是重复的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也因着信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因着信 所以是得救本福恩行先的 所以得救本福恩是有先的 很多人误会了 很多人起来忽会 以为我们是信的 我们先信 因为我们是信的 我们坚信 你看到吗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 听到吗 你们得救世本福恩 我们有时候传福恩 传福恩传到一个地步 在那里挨人传耶稣 我们传福恩传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求人压信 我信了 我信了 那你求他求到一个地步 都好啊 我信我信 以为他信就很厉害 你以为他信就很厉害 我们有时候传福恩传到一个地步 将耶稣变成一个兜售的推销员 我们就说传福恩把耶稣变成一个去推销员 我们说耶稣在天上为你预备防护 他现在来推销你了 我们说耶稣在天上为你预备防护 现在来向你推销 接着我舞蹈会 我信耶稣有多好 接着在葡萄会里面讲述耶稣有多好多好 我们要从那个想象翻出来 我们要从那个想象回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笑话在舞蹈会里面讲 你不信耶稣是不要紧的 我不记得俄罗非人跟人家港带哭到我的时候 你不信耶稣不要紧的 你承担你自己生命的后果算 那你就承担你自己的生命的后果就算了 你不信耶稣 耶稣不会损失失事后的 你不信耶稣 耶稣不会损失一分也好 因为我们要区别的是 到底耶稣是主还是耶稣是爱 我们要分别到底耶稣是主 或者耶稣是爱 如果在初期教会只是传统一个福音 耶稣是爱 是不会被人迫害的 假如初期的教会只传两个回音 说耶稣是爱 他是不会被人迫害的 初期教会被迫害 因为他们传的是耶稣是主 他出去教会他们被迫害的时候 因为他们讲述 因为他们只有一位主就是 是该撒阿古士都和海撒大帝 他们只有一个主就是 该撒、仕途、埃撒、海撒、大帝 在整个图马帝国里面 最重要的主 也是每一个人都要神福的 就是皇帝 在罗马帝国里面 每个人要存活都是罗马皇帝 如果保罗传的信息是耶稣是爱 是不会遭受迫害的 假如使徒传的其实耶稣是爱 他们是不会被迫害的 你在香港如果唱那首荣光歌 你主定受迫害的 你在香港如果唱那首荣光歌的话 你肯定受迫害的 现在听港唱 聖哈利路亚的内部可能受迫害 所以全耶稣是主 是会受迫害的福音 全耶稣是主是会受迫害的福音 不过我们的歌声里面 我们的大部分的歌 是讲耶稣是爱 但是我们的歌声 我们的内容 大部分都讲耶稣是爱 我们这些图的错误 亦都是我希望耶稣 永远只是爱 那我们基督徒的错误也是说 只希望耶稣永远是爱 耶稣千万不要 把我的命要我神福于他 耶稣啊 你千万不要把我的命拿走 让我来神福于你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经文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 到底什么是福音第一个版本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经文的时候 要讲到什么是福音的第一个版本 将它浓缩起来说 他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在浓缩来讲 他说你们实在 所以要有破坏当天 他叫你们会过来 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 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 因为祂爱我们的大爱 因为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他就叫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 但我们实在最后的过犯当中 在教我们同基督一起的过 这个是救恩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救恩的一个过程 是由爱引发 去由爱引发 是以复活作为那个效果 以复活作为那个效果 这个是恩典 这个是恩典 你们得救是奔福恩 你们得救是奔福恩 我们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慢慢忘记了这件事 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一同败坏 我们忘记我们是跟这个世界一同的败坏 然后经文继续说 他又叫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 经文又讲 他叫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 一起复活 一起复活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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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么大的爱 那么丰富的恩典 让其他人见到 让别人看到 就是我们原本以前是属于犯罪的一族 因为以前我们属于犯罪的一族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无能为力 死起沉沉的时候 使气沉沉的时候 与外力勾结 以外力勾结 因为他说我们放纵自己的程度 因为他说是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 是拜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 是拜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 这个是文化势力 是世界的风俗 是世界的空虫 他说我们和空中掌权的首领挂钩 他说我们以空中掌权的挂钩 什么叫做空中掌权的首领 什么是空中掌权的首领 就是最高的属领非物质力量 他是渗透在整个文化 渗透在整个风俗背后 他渗透在整个文化的风俗里面 你看看CNN的news就知道 你看CNN的新闻就知道 他一开始就知道 你看CNN就知道市场的动向 你看CNN的话 你就马上晓得市场的动向 你看CNN就会掌握到最新鲜的市场 股票和整个世界的金融的走势 你看CNN的话 你就讲过了整个世界金融的世界 你知道他讲的吗 你知道他讲的吗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邀请我们拜金融 他邀请我去拜金融 你可能心中跟我博嘴 你可能心中跟我辩活 我听到的 我听到的 我是明白的 我是明白的 这个世界呢 其实是有一条金科语论 有一种市场规障 是混合的 这个世界上面有个金科娱律 有一条规则是在预期当中的 但是不等于 他不是将我们敬拜上帝的 全部注意力吸取过来 但是他不是把我们 向敬拜上帝的完全的注意力 持续过去 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吸睛 吸眼睛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 使你你的眼睛 吸心里面 使你心灵里面的力量 我们无法完全摆脱离开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离开的 人心里面有一个敬拜事物 尋找事物来敬拜的倾向 我们人的心里面有一个寻找 敬拜事物的倾向 所以不是说那些人不敬拜神 不是说那些人不敬拜神 其实是问你正在敬拜一个什么神 其实是在问你正在敬拜一个怎么样的神 如果不是今次就是权力 不是金钱吗 就是权力 如果不是今次权力就是安全感 没有 不是今天权力就是安全感 我们追求一个灵风险的生活 我们追求一个灵风险的生活 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不是这么讲的 在世上你没有苦难 在世上你没有苦难 苦难包括经济衰退的 苦难包括经济衰退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 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不将我们的集中注意力 我们的生命的注意力 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注意力 摆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的仇苦会加增的 我们的仇苦会加增的 我们追不上市场的 我们追不上这个市场的 我这样讲 不是想对那些参与市场行业 很认真地去工作的 弟兄姊妹说你们坏话的 我这样讲不是对于参加这个市场 我这样追求这个行业的人讲他们的 你们是被上帝摆在封眼位的 你们是给上帝摆在那个公眼的位置 求主帮助你们有智慧 求主帮助你们有智慧 在那里好好地服侍福报人群 在那里好好地服务人群 第二章不单止讲 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第二章讲到不单有一个空中的掌权者 这个是属灵非物质力量 这个是属灵非物质量量 然后他很具体地说 他过在某一个人身上 他很具体地说 他降在某一个人身上 控制他的身 他控制他的心 这个包括政治人物 这个包括了政治人物 包括那些好好排场 搞个人崇拜的人物 包括了一些好排场 个人崇拜人的身上 我们在历史上见过无数这样的人物 我们在历史上见过无数这样的人物 还有很多商业的野心家 还有很多商业的野心家 还有很多很有野心的科学家 还有很多很有野心的科学家 包括那些想改变人类DNA的实业 包括那些想要改变人类DNA的实现 然后经文转一个角度 然后经文转一个角度 他说我们跟他们Logic的 我们都是他们其中一份子 我们都是那些其中一份子 我们将我们内心的欲念不加以控制 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欲念不加以 我们的邪念是黏住外在的文化 我们的邪念是跟外在的文化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我们死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死的原因 是文化大集团的文化和个人的内心欲念 勾结前面黏在一起 这个是外面的跟内心的勾结前在一起的 跟着有人成功 跟着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 有人失败 不过全部都是失败 不过全部都是失败 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生命的中心 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生命的中心 这个就是我昨天讲的 罗马文化加上犹太宗教文化 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时候我就讲 罗马文化加上这个犹太宗教文化 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福音是将我们的眼睛洗清楚 福音是把我们的眼睛洗清楚 看见人类的问题 看见人类的问题 然后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愿意深入诚服 说主啊你是主 在耶稣基督面前 七月成功的主啊已是主 所以基督徒反对祝福人心想事成的 所以基督徒反对祝福人家心想事成的 心想事成 如果你祝福他 是近乎咒语 如果他内心的读念 每一样都收上事成 假如他内心里面的 那个预念每一样都是心想事成 你祝福他收上事成 是等于奏诅 你祝福他心想事成 都能够在咒诅他 真正的祝福愿 真正的祝福愿 对人类来讲 是主导文里面那句 愿你力此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就是主导文里面讲的 越远主义形态地上 普通形态天上 所以保罗说 你们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无分别 是一种激怒上帝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自己上帝的生活 我们从来都是肉身活着的 我们从来都是肉身活着的 我们从来都是肉身活着 没有死过 没有抗拒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文化 没有抗拒力 没有辨识力 一切的工作 都在主宰我们的价值观 和意志 一些的工序 都主宰我们的价值观 跟我们的意志 是一场熟灵的战斗道 思想形态 价值观的战斗道 我们完全没有抵抗力 在这个思想形态上 我们完全没有反抗力 或者被抵抗已经投降 甚至是以敌为有 可惜不少基督徒 还停留在这个地步 可惜很多基督徒 仍然停留在这个地步当中 还看不清楚这个世界 曾经将上帝的乙子杀死 没有看到这个世界 曾经把神的儿子杀死 信耶稣的人 必须也都信 信耶稣的人 必须也要信 这个世界的邪恶和欲念 整合了之后 是逮捕我们同谋的 这个世界的邪恶和欲望 从我们以后 是拉我们进去 信耶稣就是对这个世界 说不 信耶稣就是对这个世界 说不 信耶稣就是对那些 要求我们 对他绝对效忠的特和政权 说 sorry 那些总统 信耶稣说 我要我们对这个极权的政权 所以对不起 不要 我们不一定要反抗 我们不一定要反抗 我们不一定要推翻 但我们必须要说No 那时我们一定要说不 如果有些政权 连上帝都不认识 有些政权连上帝都不认识 他凭什么资格 叫我们对他绝对效忠呢 他凭什么资格 要我们对他绝对的效忠呢 我以下的言论不是政治言论 我以下的言论不是政治的言论 我是信仰言论 我是信仰的言论 人被上帝所创造 上帝所创造 最重要的是一个有自由的灵魂 最重要的是有自由的灵魂 有自由的灵魂要表达自己 有自由的灵魂是要表达自己 而不是只是吃喝就会睡觉 不是吃喝跟睡觉 不自由无令死 不自由无令死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大家是小孩的 所以上帝是要拯救这个自由的灵魂 所以上帝要拯救这个自由的灵魂 上帝要将这个被文化 被思想 被正义 控制 资贝 奴役的灵魂释放出来 上帝真的要把这个 用这个世界上一切共识的灵魂 释放出来 因为整个世界都同上帝为敌 因为整个世界都跟上帝为敌 其实世人不需要做什么 其实世人也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他们不认识神为神 只要他们不认识神为神 不尋求神 不寻求神 而用所有非神的事情来代替神 而是用一些非神的事情来代替神 这个就是他们的罪 这个就是他们的罪 所以圣经讲本福恩 所以圣经讲本福恩 是上帝跨越这个艰难来找我们的 这个就是上帝跨越这个艰难来取找我们的 不是我们值得上帝寻找的 不是我们值得上帝寻找的 是恩典的缘故上帝来找我们 因为是恩典的缘故上帝来取找我们 因为人都败坏 因为人都败坏 或者根本连自己败坏都不知道 或者根本连自己的败坏都不想的 只有在神的儿子被杀的时候 人的传言败坏就显露出来 就是因为耶稣被杀的时候 用传言的败坏就显露出来 保罗说如果人更省一点 如果说假如你是 聪明一点 有智慧的话 就不会将神的儿子钉在牧头上 你就不会把神的儿子钉在牧头上 再重复我多次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而且好心地反省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而且要深深地反省 人所犯的罪最大的莫过于将上帝的儿子杀死 人的最大的罪莫过于把上帝的儿子钉死 这件事应该在我们人类历史中留下 很深的惨悔和反思 这个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要留下 很深的惨悔和反思 绝对不能轻轻算数 绝对不能轻轻地算数 如果人要面对自己的人生 他逃避了这个事实 假如人要对人自己的人生而逃避了这个事实 他不会找到章 他不会找到章 他不深切地反省 其实人类的文明加在一起 是有可能将上帝杀死 他的过去跟人类的文明可能把上帝杀死 我们是找不到一个值得我们盼望的将来 因为当人将上帝杀死 将上帝的意志杀死的时候 当人把上帝的儿子杀死 他决定了人类根本的问题 他决定了人类根本的问题 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文明 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文明 加上希伯来的文明 带来的一神宗教 带来的一神宗教 将一个守无穿天 把一个守无穿天 一个义人 一个义人 一个贫穷人的围伍者 一个贫穷人的围伍者 谋杀 谋杀 这件事是值得客 这个事情你值得服 这件事明白了之后 但这个事情你明白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希特拉是会杀人的 我们就晓得希特拉是会杀人的 史太林是会杀人的 史太林是会杀人的 红深林是会杀人的 红青林是会杀人的 人类是会犯罪的 人类需要救赎人 耶稣的十字架之后 耶稣的十字架之后 人类再无可夸的地方 人类再无可夸的地方 十字架将全人类判了死罪 因为他们将上帝的意志杀死 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杀死 救恩就是在这里开始 救恩就从这里开始 上帝的恩典将人类的罪射了 上帝的恩典把人类的罪射了 使他们能够重新做人 这个是版本一 这个是第一个版本 本福恩也一着信 因为文化的恶势力 和肉体的私勇勾结 因为文化的二十字架肉体的勾结 然后有起死回生的战争语言 也有起死回生的语言 因为耶稣从死里扶门 是基于上帝的大爱大能和联敏 乃是天上帝的大爱大能 使我会的生命展现出来 使我的生命前进 使人类有钱包有可能性 只能利用钱也有可能性 得性的上升力 得性的上升力 而且这件事是向全世界展现一个show case 这个事情就像全世界的前进 各位宁姐妹 耶稣姐妹 什么是復活 什么是復活 復活的意思是 打败死亡的能力 復活就是打败死亡的能力 你不要看復活 你不要看经典 基督教有两大重点 基督教有两大重点 第一点是耶稣基督从死里扶门 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扶门 不是简单的事 耶稣基督从死里扶门 不是简单的事 耶稣基督从死里 我不是简单的事 香港很多年前有个新闻 香港很多年间有个新闻 有一个老人家死了 有个老人家死了 他没有家人 他没有家人 就摆在那个炼房那里 就拿个白布铺住他 摆在炼房那里 用个白布把它盖住 因为他没有家人 所以警察就要去录口屋 因为他没有家人 所以警察要来跟他入口 我问都问他不醒了 那问他当然会醒了 就看 就写下他见到的东西 他就写下他所见到的事情 突然间这个老人家动了 突然这个男人家动 就醒了 他醒了 警察后来要做心理事 后来这个警察要做心理治疗 不过这个老人家叫做死而復生 这个老人家叫死而復生 人可以死过翻山 人可以死而再復生 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案子 我们听到很多这种 但是他可以死过翻山一次 死过翻山两次 死过翻山无数次 但是最后N那次 他可以死了我一次两次三次 但是最后N一次 他可以死到N次又翻山 他都死了很多次再復生 但是总有一次叫做N加一 他不回来 总有一次的N加一 他不回来 復活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死了之后 就永远不死升天 死了以后就永远不死升天 各位听说我 你们要掌握到这个很重要的秘密 我们要讲过这个很重要的秘密 在基督耶稣里面 是有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 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圣经讲 上帝将我们基督一同复活 如果耶稣自己本身没有复活 假如耶稣基督本身没有复活 这句说话是车大口 讲这句话是反话 这句说话是我们的生命 会好像耶稣一样复活 这个说话就是我们的生命 像耶稣一样复活 这个分别非常重要 什么叫做洗基督耶稣复活 耶稣死的时候 祂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耶稣基督死的时候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我把我生命的全部交给你 我把我生命的全部交给你 我的生命由你充公和由你引力 我的生命由你操控 去到死亡的时候 我信得过天父你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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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的回应了吗 天父是怎样回应的呢 他将被屈 被审 被欺负 被杀的意志 他把这个被主 被杀的儿子 三天之后 为他平凡 所以所有在这个世界受冤屈的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所有受冤屈的人 受不以欺负的人 受不以欺负的人 但人 感觉 上帝会为我们平凡 上帝会为我们平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朋友 应该知道什么叫平凡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朋友 想得什么叫平凡 这个世界还有千千万万被平凡的事件 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还没有平凡的事件 跟随基督 跟随基督 相信基督耶稣被上帝復会的人 相信耶稣给上帝国的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上帝既然为基督平凡 上帝既然为基督平凡 我们一切被屈的事件 无论是微小的或者是社会性的 或者是微小的或者是社会性的 上帝知道 有一天要平凡 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 请广东话的第一次会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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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慢慢读 慢慢读 所以你的地方有意义 你会从此当中提示我国人 因为自己在哪里 和神经过仇 你会从此当中提示我国人 在哪里 才能信任我上帝国人 只会守所帝和自身的所灵力 那是你会自我国人 在你时解放仇 所以我会从此当中提示我国人 所以我会终于你物体中央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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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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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